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外遇对子女的影响 我现在要先讲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有任何人因为任何原因 比如说进入了任何一个这种情况 不是说一定会就会对你们的子女有 我这边讲的一定会有这些影响 有没有这些影响 还看说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东西 那这些基本上就是说大致上 就是他们做研究的这种statistic这些东西 那怀虑呢会影响子女的婚姻恋爱观 子女的人生价值观及婚姻观念都会变得比较负面 那对子女的身心发展呢 往往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那情绪方面呢子女会担心失望愤怒恐惧 失去安全感 那行为方面呢子女会出现反叛退缩 还有成绩退步 他们常常会想要拉拢父母复合 或是想像大人般安慰父母 那父亲呢是女儿感情世界的启蒙者 我们都常常说 父亲呢是女儿第一个来人 生命中第一个来人 那他对女儿的个性和信心里的影响 甚至会超过母亲 如果说父亲的出轨 那还让母亲很痛苦的话 那女孩对社会婚姻的安全感就会缺失 他们会认为来人都不可靠 那有就是说反应可能会有不同的极端 有的会说他就不要进婚姻 有的呢他们却对性啊 这些方面就是变得很confused 这些东西 谢谢大家